过去的很多企业它是争相的往大的做 比如说尤其15年以后 你看房地产企业也好 各个行业方方面面也好 都在往大的做 扩大债务 扩大资产 我觉得未来一段时间 企业可能会争相往小的做 集体会迎来瘦身和重整 因为整个大的环境 大的消费的环境也好 或者是债务的周期也好 可能不再支持你 就是往大的做 因为你往大的做以后 你也消化不掉 比如说你建出来的房子卖不掉 生产出来的商品产能过剩等等 都造就了很多企业 可能慢慢它会有一个 瘦身和重整的过程 这个过程里面 生命力最强的是哪些企业 它其实是最有灵活性和韧性的企业 往往大企业在大的经济周期里 它是无法有效转身的 很容易被这种债务风险去吞噬 它比较僵化 体量太大 盘子太大 债务方方面面 所以一到这种大的债务周期的顶点 的时候这种大企业很容易出事 很容易就出现 资金链断裂 这种崩溃的问题 反而是这种灵活性比较强的 小而美的 然后债务负担不重的 然后能够最适应环境的那些企业 它有可能活下来 日本大家知道 在90年代日本房子产泡沫破裂以后 它经历了一个 我们说是失去了20年也好 30年也好 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资产负代表衰退的一个 资产负代表大衰退的一个历程 然后资产负代表的衰退是企业和居民都在进行 很多的企业其实在这个过程中都经历了一定的瘦身和重整 很多的企业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渐的缩减业务规模 聚焦到最核心的产业链的最核心的一些领域 原因就是之前日本泡沫式的这种发展这种需求它破灭了 它没有那么大的总需求了 你像90年代之前 日本的整个经济非常的繁荣 加上房地产的那种泡沫 人人都很有钱 对吧 在东京 一个东京可以买下整个美国 包括居民手里面也有很有钱 就是因为它有很多的杠杆因素在 它是一种泡沫式的需求 这种泡沫式的需求 随着房地产的泡沫的破灭 而破灭以后 整个总的需求的盘子就缩小了 而且是急剧的萎缩 加上持续的萎缩 这个过程中 很多的企业都经历了一轮一轮的 这种瘦身和重整 包括我们以前知道很多的日本 其实以前日本半导体企业 其实很强的 对吧 有一些很强的很大的半导体产业 但是后面随着逐渐的瘦身和重整以后 都要么出售了 要么破产了 其实慢慢也就消失了 后面很多的日本企业都变成了小而美的 或者专注于产业链的某一个环节 某一方面的 你比如说在半导体产业 有没有日本的身影 还有日本的身影 只如果它聚集到更细分的 然后更有核心竞争力的 那些细分的领域里面了 在半导体大的领域里面 大的玩家可能已经都消失掉了 或者是衰亡了 但是这些小而美的企业 它活下来了 经历了瘦身和重整 所以这就是日本 90年代以后的这种居民和企业的 这种资产负代表的衰退 我觉得这个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这种企业和居民的资产负代表的衰退和调整 它其实是有赖于一个相对平稳的环境的 这个环境 它需要政府需要加杠杆来实现和提供 否则的话 你否则的话就没法实现平稳的去杠杆 你看日本90年代房地产泡沫破裂以后 它基本没有经历社会 没有经历太大的这种震动和动荡 比如说大富的这种大量的失业 然后企业大面积破产 然后银行大面积的出现问题 包括整个社会的动荡 政治动荡 它并没有 它其实是持续的缓慢的 然后一点一点的 然后去调整去衰退 然后慢慢的把资产负代表的规模 还有业务的体量 调整到跟它经济规模相匹配的一个程度 这样其实是提供了一个平稳去杠杆 或者缓慢着陆的 也就是我们经常所希望看到的 这种软着陆的一个环境 这个环境有一个部门 就是我们老说 企业居民和政府三个部门 缓慢的和平稳定的去杠杆 有赖于一个主体的挺身而出 或者说要加杠杆 这个主体就是中央政府 就是政府部门 在这个过程中 一定要他要去一马当先 要加杠杆 然后提供一个相对平稳的环境 然后让企业和居民的 资产负代表的衰退和调整 能有一个相对有序的过程 否则的话就是什么 否则就是剧烈的去杠杆 对不对 剧烈的企业大量的破产 然后大量的人失业 然后社会的这种不动荡等等 对吧 那就是非常不好的去杠杆 其实那个就是1929年 所以我最后一段这写了 我说 08年和1929年 最大的不同在于什么 最大的不同就是在1929年 那个是一个无序的去杠杆 整个企业居民政府 大家都在去杠杆 然后都在产能急剧的收缩 需求急剧的萎缩 所以说是非常动荡的 然后08年有一个不同 其实08年 其实美国08年的量化宽松 它其实借鉴了日本政府 在90年代后期采取的 这种央行的大量的量化宽松 其实量化宽松的鼻祖是日本 并不是美国 它在08年以后也借鉴了这种模式 那就是开启这种量化宽松 就是让央行直接介入到经济里面 央行通过量化宽松以后 提供了一个相对比较温和的环境 这样企业和居民能够相对有一个平稳的环境去去杠杆 所以2008年 我们当时也叫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 对不对 但是那一次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 并没有带来持续和深远的大萧条 1929年不一样 1929年是真正的大萧条 对吧 后面就甚至发生二战 所以08年跟29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 一个是居民和企业平稳的去杠杆 一个是居民和企业无序的剧烈的去杠杆 居民和企业想平稳的去杠杆 就需要央行的这种发力 其实也就是央行的非常贵货币政策 也就是量化宽松 也就是印钱 然后政府加杠杆 然后让居民和企业能够平稳的去杠杆 所以这个是给大家衍生的 我想强调的一点 就是一个是未来的哪些企业值得去投资 我觉得这种企业不是很大的企业 它一定不是很大的企业 它一定是比较灵活的有韧性的 然后债务率相对比较低的 然后能够迅速的调整 调整它的产能 调整它的这种需求 需求的这种企业 而且很有韧性 很有灵活性 虽然整个市场在萎缩 但是它依然能从这种萎缩的市场中 攫取一部分的利润 然后能够调整自己的这种 资产负贷代表的规模 让它能够适应当下的这种环境 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将来我觉得 如果所谓的 如果去杠杆不好的话 说白的就是个硬着路 是不是 如果去杠杆搞得好一点 居民和企业给它一个调整 资产负代表调整的一个时间和一个机遇 比如经过15年20年 对吧 很多企业慢慢的资产负代表的规模 跟当下的需求慢慢调整过来了 包括居民 债务的压力慢慢能降下来 慢慢的能够把债务的负担能扛住 不管是透过有一些个人破产保护 有一些个人破产的保护 包括债务的一些减免等等 多个手段 能让这两个部门 就是创造财富的两个主力部门 就是企业和居民 然后把杠杆调下来 那就是最好的一个结局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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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